劉管庭日前在七夕的時候 公開宣布已經求婚的好消息 15年的感情修成正果 31號孫可芳出席戲劇宣傳活動 當然也被問到 即將成了人氣的心情 好 那我們先給你一個 可芳先分享一下新婚的心情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就是很謝謝大家 我們就是在一個 很日常的狀態下求婚 然後其實6月多就先求婚了 只是我們就是一直習慣很低調 求完之後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互看 然後想說那現在要幹嘛 然後我也不知道 那就先這樣吧 就先不跟大家說 然後我們就低調的度過了一段時間 然後想說情人節再跟大家分享這樣 我們已經選好時間了 今年今年 先讓我們保密一下 就只是找工作有空的時間 因為我們最近 對 我們最近很忙這樣 他的求婚信仰是只有你們兩個嗎 呃 就我們兩個 他說他戒指買很久了 上半年他們就去挑了 然後我都完全不知道 然後他就突然把電視關掉 然後就說他現在要跟我求婚 我就完全覺得他在開玩笑 我還坐在那邊說 拜託哪有人這樣子開玩笑的啊 有人用這種事開玩笑嗎 然後轉個去他已經跪在那了 他跪下來就直接說 你們可以嫁給我嗎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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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我還在驚嚇中 我就說 人家不是通常會說一些感人的話嗎 然後我們就很像在演喜劇這樣 然後看到他的手上有戒指 然後在發動 我就 我就換我發動 我才發現喔 是真的這樣 就滿開心的 就是好 我答應了 然後我們來就說 那 那現在要做什麼 他就說要 是現在是要通知家人嗎 還是要去提親 還是要怎麼樣 我說我不知道要不要結過婚 我們兩個就說好 那不然就先這樣就很開心 然後就一起看電視吃東西這樣 有懷孕嗎 呃 有這個計畫 就現在比較沒有那麼 對啊 你剛剛就想說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想說 欸大家一定會問嘛 就是 因為我之前很 蠻排斥的 我之前蠻害怕 演完戲之後 然後我們兩個也有 身邊也開始很多朋友 生小孩 就覺得 如果這個時間如果有 可以懷孕也不錯 所以現在就覺得 一切如果都可以很自然 就很好 喔 婚禮 因為今年的工作都先排了 因為我們沒有跟他們說 求婚的事 工作都已經排了 所以今年應該不會 但是有在討論說 那明年再來計畫一下